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人对营养的态度 营养的重视程度 那你要怎么样去测量它呢 所以在我这个研究里面 我的操作型定义就是 当一个人去购买产品的时候 会不会去阅读包装上的一个营养的说明 如果它会的话 那我们就说它是有营养意识的 所以我们说测量呢 第一个你要先决定你要测量什么 What do I major 那通常我们测量的就是你的一个概念 那概念在实证的层次我们就叫做变数 所以换句话说在研究的过程里面 你再测量你的变数 那你必须对你这个变数下一个操作型定义 就是我要去测量它的话 我要做什么事情 换句话说营养意识我要测量它 我就要去检测说它 有没有去阅读这个包装上的一个营养说明 代表它的一个营养意识 或者是我要去测量这个瞳孔放大 或缩小的一个距离 或者那个直径的一个改变 这个代表它对广告的一个兴趣 或者是让样本自我陈述 它对某一件事情的兴趣 那自我陈述你就要有一个量表 让它去自我表述 让它自己去表达它对这个事情的一个兴趣 所以你对这个操作型定义的一个不同 往往你的量表 你要去测量这个变数的量表 就会不一样 再比如说这个是我们课本的一个 297的这个同学可以回去看一下 他的就是说人际关系的一种 人际影响的一种情况 就是说人跟人之间互动影响的一种情况 那他就会说这个concept代表什么意思 然后这个定义到底是什么 然后operational definition到底是什么 所以这个概念是什么 然后概念的定义是什么 然后根据这个概念的定义 我给他的一个操作型的定义会是什么 所以同学可以回去看一下 好那我刚刚讲说 我们对这个变数的一个操作型定义不一样的话 就会影响到这个检测的一个量表的一个设计 尺度的一个设计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换句话说呢 我们做一个结论 什么叫做测量 测量就是我有兴趣的这个observable empirical events 我对一些可观察得到的一个实证层次的一个事件 换句话说对你研究的这些变数 讲一句话 就是你有兴趣的这个事情 你有兴趣的这个事物 也就是你研究的这些变数 你必须要加以选择 第二个呢 你就要给予一个值 或者是一个符号 对这个有兴趣的事件给予一个值 换句话说使用数值或者是符号 来代表你有兴趣的这个事件 那你要怎么样给予这个值呢 或者是符号呢 你必须要有一个对应的规则 applying a mapping rule 有一个对应的规则 什么样 像我们刚刚讲说表现非常好 我就要给它A 表现普通我就给它B 表现不及格我就给它D 这个叫做对应的规则 所以第一个你必须选择一个 你有兴趣的这个事物 一般来讲就是你研究的变数 然后第二个测量是什么 就是对你这个有兴趣的这个事物呢 你用符号或者是用一个数值来代替 来表示它 那你这个符号跟数值要怎么样来表示呢 你必须要有一个对应的规则 这个叫做mapping rule 所以这个mapping rule就是把这个符号 跟这个事实呢 加以连接起来 就是这个对应的规则 所以换成翻译成中文的话呢 其实就是对于你所观察的事物 或是你有兴趣的这个事物 根据一定的规则 给予一个符号或是数字 测量其实就是这件事情 对你有兴趣的这个事物 你根据一定的规则 然后给予一个符号或者是数字 像我们同学呢 成绩最后的成绩也是这样啊 我们不是说 期中考占多少分吗 期末考占多少分 然后最后加总起来是占多少分 就是你的一个测量的结果 所以我们说成绩评分标准 就是我们的mapping rule 就是我们的对应规则 所以同学呢 在这里呢 几分 在那边几分 然后最后加总起来 就是你的最后的一个分数 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对应规则 那我还可能 如果像 假设你要去美国 或是去家国家读书 他可能会说ABCDE 那我们学校就有一个对应的规则 80分以上呢 学生就是A 几分到几分呢 就是B 几分到几分就是C 这样的一种方式 都叫做对应的规则 所以测量 其实就是根据你的规则 然后对你所兴趣的这个事物呢 你给予一个符号 或者是数字 所以我们说 比如说呢 假设我想要知道说 在出席这个会议的人 他的性别 我有兴趣的是 到底男生比较多 还是女生比较多 所以出席这个会议的人呢 他的性别到分布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的对应规则 就是如果是一个男生的话 我就给他一个值叫做M 如果是女生的话 我就给他一个值叫做F 所以呢 我们的一个可能 测量的观察的一个结果 就是只有两种状况 就是M或者是F 那另外呢 出席人员的满意程度 五四三二一 如果他非常满意 我就给他五分 满意的话就四分 没意见三分 不满意两分 非常不满意就一分 所以我们用到的这个符号呢 就是一到五 这个数字 一到五这个数字 所以我们说测量 所以我就要用一到五 这五个数字 然后根据这个规则 来测量出席人员 他对我们这个会议的满意程度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测量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介绍测量 像我刚刚讲说12345 那就是一种量 一种尺度 测量的尺度 男生女生 那就是一种测量的scale 尺度 那非常满意五分 五四三二一 这种也是一种测量的尺度 所以这个尺度呢 这个scale呢 就是同学 在进行你的一个自变相 或异变相的检测的时候 你要自己设计的 我到底要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尺度 那这个尺度通常会对应到你什么 你的操作型定义 根据你的操作型定义 你就会有一些尺度 来测量你所有兴趣的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说什么 尺度到底是什么 a device providing a range of values that correspond to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where amount of characteristics exhibited in observing a concept 这个测量的这个尺度呢 它就是一个数值的一个范围 那我们用这个范围呢 对应到你有兴趣的这个特质 它的一个量 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对应的这个规则 就是你的一个scale 我们刚刚讲 我们刚刚不是说测量是什么 对你所有兴趣的这个事物 根据一定的规则 给予一个值 那这个对应的规则 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这个scale 所以它就是一个范围的一个值 然后对我们有兴趣的这个事物呢 它的一个量给予一个符号 或者它的量的一个大跟小 给予一个对应的一个值 这就是scale 好 所以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 对应的规则嘛 我们说这个mapping rule correspondence rule 就是我们跟这个值呢 跟我们的一个实际上的这个值 我们要怎么样根据这个规则 来给予它一个结果 对这个有兴趣的这个值 这个现象 好 那我们这个尺度呢 按照这个资料 它本身的一个特质 我们可以分成四种尺度 这个scale呢 我们可以根据 我们的一个资料本身的特质 然后分成四种尺度 好 那根据哪四种特质呢 第一个它是不是做类别的分类作用 好 分类classification 我们说做分类 好 那第二个呢 它有没有次序性 这个资料本身 好 我们说这个尺度 这个范围的这个尺度呢 我们刚刚说是arrange of value 对不对 这一个范围的这个值呢 它本身有没有次序性 好 然后第三个 值跟值之间呢 有没有等距 distance 我们就说它的距离 是不是等距的 我们是用等距的这种方式在检测它吗 好 第四个它有没有圆点 origin of number series 有没有一个圆点 所谓圆点就是绝对的零 有没有一个绝对的零 好 所以我们会根据这四个尺度呢 对这个量表呢 做一个 它的一个scale 做一个区分 好 分成几种不同的一个scale 第一种scale呢 我们叫做naminal scale naminal scale呢 我们叫做明目尺度 或者是类别尺度 明目 明目就是名字 目的的目 明目尺度 或者是叫类别尺度 naminal scale 那顾名思义 明目尺度呢 如果说一个 你所设计的这个尺度 它只纯粹用来做分类 那没有任何数学上的意义 好 它纯粹只是用来做分类 它只能用来做分类 那这样的一个尺度 我们就叫做naminal scale 好 所以我们说 我们是因为这个分类的目的 来指定一个值 好 或者是一个符号 给予这个事物 我们是 因为这个分类的一个目的 所以我们说明目尺度呢 它只是用来对 好 这个 我们有兴趣的这个现象 做一种分类 如果你的尺度是这样设计的话呢 我们就说它是一个naminal scale 好 是一个明目尺度 所以我们指定的值呢 完全是作为类别的区分 它并没有任何数学上的意义 好 比如说王建民 事实 它有数学上的意义吗 这事实有数学上的意义吗 有没有 没有 好 它只是一个符号 只是作为一个分类 比如说我刚刚讲说 性别 男生的话就给它m 女生就给它f 这是哪一种尺度 这是一种明目尺度 对不对 我只是做一种分类 那我也可以说 如果是男生我给它e 女生的话给它2 1跟2 那么这个是明目尺度吗 1跟2有没有数学上 有没有数值上的意义 所以数值上的意义就是说 2一定比1多 2一定比1好 没有 所以像同学的学号是什么 我们基本上学号也是一种naminal scale 只是做一种识别作用而已 分类的作用 所以如果你一个尺度是一种 作为分类的这个作用 没有任何其他的意义的时候 那我们就说它是一个naminal scale 为什么我们说你要去确定 你到底是哪一种scale 因为不同的scale 你将来统计的运算方式 方法是不一样的 你有不一样的统计的运算的方法 像明目尺度的话 一般来讲我们用的统计 就只能做什么百分比 或者是次数的分配 frequency或者是percentage 这样子的一种测量 第二种我们说除了它有分类的意义之外 我们说这个好像那种物件 第二层的话是ordinal